男人看了会聊妹女人看了防渣男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妹子总是跟你反抗 总是不听话 对方总是打压你 感觉hold不住对方 开始对你还不错 慢慢开始远离你 很多人其实追妹子的时候 常常犯一个最知名的弱点 那就是没有框架 而前面的原因都是因为 你在跟妹子接触的过程中丢失了框架 框架framework是一个框子 指其约束性 也是一个架子 指其支撑性 是一个基本概念上的结构 也就是自我的一个原则为核心 用于去解决或者处理问题 不被对方的思维话术行为改变 坚持自己 是一种强势的心态 要在内心深处艰辛自己是高价值的人 是被一性环绕的人 对此有绝对的自信 甚至是自负 你不是在把妹 妹没有吸引到你 是妹在追你 讨你喜欢 她对你找你 她为你疯狂 在这种心态下 你就不会去讨好她 不会在乎她的反应 你会显示出 无兴趣指标和强大的气场 而吸引就在于此 你要相信美女渴望与你心性和谐 而你要做的是评判她有没有这个资格 这就是一种大的原则 下面有一些实际案例 让你明白框架和没有框架的区别 切记一定要学习到思维和框架的内核 这样你就可以自行创造话术了 她昨天打电话给你 你没接 错误回答 对不起 因为我昨天 她昨天打电话给你 你没接 正确回复 你有什么事吗 她 你挺有女人缘啊 错误回答 哪里的话 同时面带偏笑 她 你挺有女人缘啊 正确回复 是的 我知道 她 你挺有女人缘啊 正确回复 谢谢 很高兴你这么有洞察力 她 我的前男友球技很棒 她以前是校队的队长 错误回答 哇 真厉害 她 我的前男友球技很棒 她以前是校队的队长 正确回复 哦 是吧 嘿 说到足球 你喜欢梅西还是C罗 不予评价 轻松转移话题 永远不要用沉默来回应调侃 打压和测试 也永远不要正面去回应打压和测试 沉默表明你默认了 或者你捉了 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调侃 正面回应则是表示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在拼命辩解 你就落入了努力使自己达到别人标准的框架中 正确的方法是表明自己不在乎的态度 暗示这是对方的问题 曲解对方的话 反转测试等等 另外 回应要简短有力 并且及时转换话题 最好能借机EV以树立标准 她 你下面的天窗开了 错误回答 脸红停顿 不好意思 最近我事情太多了 谢谢 她 你下面的天窗开了 正确回复 不慌不忙 呵呵 你眼睛可真尖 嘿 你平时总喜欢注意男人的下面吗 反转测试她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有点土哦 错误回答 我觉得还好啊 我平时不太注重打扮 她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有点土哦 正确回复 是吗 你真会说话 暗示这是对方的问题 嘿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很不会说话的家伙 她 转移话题并借机意味和树立标准她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有点土哦 正确回复 看着自己的身上 寻找着什么 哪里有土啊 连一点灰都没有 曲解这个行为 其实看着简单背后意义 是表达自己乐观 你们想想当有人这么对你的时候 你是否可以这么快地反应和自信呢 如果你沉默不语 那么你就可能挂了没有通过对方的测试 她 我能借你的手机充电器用一下吗 错误回答 好的 她 我能借你的手机充电器用一下吗 正确回复 哦 可以 十块钱一次微笑 她 请问 某某路怎么走 错误回答 左拐 她 请问某某路怎么走 正确回复 你身上带钱了吗 她 带了 为什么 正确回复 我怕你付不起咨询费 立即回到正题好了 我开玩笑的 某某路是吧 王左拐 微笑加调侃 错误回答 演唱会的票我搞到了 她 真的啊 太谢谢你了 错误回答 不用谢 没什么的 正确回复 演唱会的票我搞到了 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 她 真的啊 那太谢谢你了 正确回复 那你说 该怎么谢谢我啊 正确回复 你该请我吃饭了 她 为什么 正确回复 演唱会的票我弄到了 她 真的啊 那太谢谢你 了 正确回复 是在今天晚上吧 她 不 是明晚上的演唱会 正确回复 我不是说演唱会 我是说 你请我吃饭的事 这么说 你今天晚上就有空了 另外要注意一 要是党提出补偿条件 至少在你说 没关系之前 开玩笑的提出补偿条件 二 用事前责怪法 进行时间查打压 也就是说 你说你刚才在抱怨 某个人怎么怎么样 没想到居然是对方 三 反转过错 为帮助 对方妨碍了你 并对你指出来 这在事实上 就是对你的一次打压 如果这个妨碍不重要 有时你可以把反而 他说成是对你的帮助 这样就将对方打压了 你反转成对方对你献了殷勤 四 指出同等过错 对方妨碍了你 并对你指出来 你可以指出你同时对对方犯的一个过错 这样双方就平衡了 这个错误可能是刚发生的 也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还可以是即将发生的 五 强加意图 如果是对方不小心妨碍了你 你可以强加上一个好玩的意图 以幽默的方式调侃对方一下 他 对不起 我把你的电脑弄死机了 错误回答 不要紧 重启一下就好了 他 对不起 我把你的电脑弄死机了 正确回复 不会吧 你说你该怎么办 他 重启一下不就行了 正确回复 我用了一年多都没死机过 你肯定把我的电脑弄坏了 你给我买台新的吧 提出补偿条件他 对不起 我做了 你的位子了 错误回答 哦 没事 他 对不起 我做了你的位子了 正确回复 虽然没必要 但我还是谢谢你 替我加热了一下 反转过错 没帮助他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错误回答 没关系了 我还没睡 他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正确回复 别担心 明晚我也会骚扰你的 指出同等过错他 不好意思 上个周末太忙了 没能回你电话 错误回答 哦 没什么 他 不好意思 上个周末太忙了 没能回你电话 正确回复 哦 没关系 这个周末你给我打一次 我也不回你 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与记要调侃指出同等过错他 对不起 我撞到你了 错误回答 没事 他 对不起 我撞到你了 正确回复 嘿 美女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与记要调侃强加意图 怎么样现在感觉到风趣幽默和话术了吧 懂得核心思维后是不是变得很简单 如果你不懂联系我们吧 公众号老司机恋爱学